和平道美食众多 短短的一条街上 就可以吃到最新鲜在地的好滋味 而在这里吃尽的不只是美食 还有浓浓的人情味 走 一起来吃道地的海鲜面 乐锅中依据放入今日 从浴缸采购来的新鲜鱼货 包含酒孔 干贝 甚至是螃蟹 你看里面前面都是料 还有荷包饭 因为每次我都会兜给客人 一个蛋吃 克尽十足的面条 吸爆海鲜汤汁 满满好料出炉 令人食指大动 那个很好吃 有很多的料 其实它有一批很死忠的观众 就是一直来都会吃这个 很健康的饮食 你吃完之后你不会觉得口渴 然后料又很实在 我讲说它已经来第十次了 可以一直吸引老顾客回流 除了料好食在CP值高外 就属汤汁了 紫笋 香菇 葱头 梨子 苹果 还有红萝卜 白萝卜 每天都这样就做 每天都这样 有时候会少一两样 但是会另外补 高汤总共有七八种 最少的 七八种 还有它鸡腿啦 就是它的高汤很棒 所以说有机会就来吃了 难怪在这每日线熬高汤的好滋味 抓住了顾客味蕾 当然还有能能人情味 看老板忙完就坐下来跟顾客画家常 疫情又餐 给人家的幸福感 家家有幸福感的美食还有哦 来看看这家才刚出炉就销售一空 从河滨岛公园出来后 必经的巷子旁 有年轻人开的肉包店 土生土长的郭老板回到家乡 选择用肉包创业 创业这八年间最多一天只做四百颗 卖完就收摊 包着好吃 受欢迎的原因就是料好实在 是用当天现宰的温体黑猪肉 那搭配隔夜的面种 那来去做新鲜的那个肉包 在地人回到家乡创业 再出发以平民美食照顾大众味蕾 还有从外地搬来的创业者 以独特的排骨料理手法 加入芋头或冬瓜 让老饕相当难忘 比较传统嘛 我就是就排骨面 就是传承我婆婆的手艺 我婆婆原本在新二路 就私立游泳池那里 开差不多五十年了 对就因为那年纪大了就有传承 那婆婆当初做是只有原本的招牌 排骨 那我自己来到和平岛的时候 刚刚开始我就觉得太单调了 所以我就加了芋头跟冬瓜 就还不错还蛮受当地的人喜欢啦 就是我们本店的招牌就是这样子 阿美排骨面呢非常的好吃 然后我自己也是住在和平岛 一个礼拜会吃了两三次 然后我最喜欢的其实是 它的冬瓜和它的芋头面 那这两个的话呢 就是它的冬瓜其实有些稍微用腌制过 然后它的味道非常的绵软 然后吃的时候有一个特殊的腌料的味道 一样暖人味蕾的 还有这香味四溢的牛肉面 江青川味的香鱼 哈啰川霸的儿子 严格挑选牛肉与炖煮 还要搭配这每日现做的手工面 这样一碗满满充满幸福的牛肉面 才能端上桌 这个是澳洲的顶级牛筋 这个是牛圈肉 牛肉面是我们的招牌 有很多人也是那个吃馄饨的 这家牛肉汤也是招牌 还有我们的手工拉面 不穿防腐剂的 各位 跟店家配合 特别强调不能有防腐剂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每天 我们每一天的食材 就是每天当日卖完 就直接就提早 就是打牌 那主要是我们的川味牛肉面 那我们一天独特的川味蜡粉 因为有的客人在 先气热的时候 或者是他可能正宗川味 他没有办法吃得这么辣 那我们就把红烧与川味的部分 那这是我们自己炒的 这个川味麻辣 那像这一锅是我们自己做的 这也是我们的手工自己做的牛油 这不是一般所谓外面的画风去调出来的 这真的是我们去 披了真正的牛油下来去制作的 对 好 完成了 来一点葱花 好的 那这样我们的川味牛肉面就完成了 还有很多好料呢 美味 平价 欢迎着岛上的居民及游客来走走 和平岛美食垫垫香连外 还有丰富的人文历史 您知道吗 现在的和平岛 其实是由三个岛串联起来的 参与工程的人员 有些住在和平岛内 接下来带大家走访和平岛上的 张火焰纪念馆 这高约两米 脖子上挂着千球 脚踩着牵斜的潜水人装备 是已故张火焰先生年轻时的工作服 出生于1916年的张火焰 2000年因病逝世 享年84岁 从小家境贫困 长大后到基隆港务局上班 后来日本人撤退 张火焰白收起家成立打捞公司 最著名的打捞案件是 1986年华航澎湖空难 他也曾参与十大建设 及各地港口扩建 包括和平岛 而在228事件 大难不死等种种生平经历 都在展览馆内的 一幅幅画作中呈现 像和平岛本来有三个岛 有统班营 有中山岛 还有本岛 都是我爸爸把他连贯在一起 张火焰过世后 他的儿子在平一路老家 成立张火焰纪念馆 展示父亲八十多幅画作 从画作及文物 来缅怀张火焰 人生打拼奋斗的过程 他们就自己做 这动机都自己做的 去费五金堂买那个费千块 带大众一窥 曾经发生过故事的 还咬着和平市场的历史走廊 带你穿越四千五百年的时空 一探和平岛的龙茂 这个是我们和平岛市场 也是我们的小间内 1626年全台湾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这是全台湾第一个市场 隔壁就是我们的诸圣教堂 跟我们的圣沙尔多城 那小间内指的是华人街 小华人街 大华人街在哪里 在马尼拉的西班牙总部 也叫做福州街 那经过多年的这个新衰 这边从以前的92摊 到现在没有摊位了 剩19摊 我们海大USR就来进来 把这个历史走廊把它放进来 我们希望透过人跟人的互动 了解这个历史的过程 让大家逛市场 了解这个市场的这个内涵 也了解我们台湾历史的发展 欢迎大家一起来和平岛 了解我们台湾历史哦 以海洋为主 从地方美食 海洋文化到海洋资源与永续 期待让来和平岛的旅客与居民 都能够累积海洋素养 成为台湾海洋子民 高明记得许喵多采访报道 法院议自在 海洋文化 涅槽 感谢观看